2月24日,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全面爆发了。与此同时,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有增无减。 当天,中共9架军机再次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,被台湾空军广播驱离。 外界担心,中共可能会趁俄乌冲突之际对台湾发动军事侵略。 台湾不少政党人士也纷纷警告说,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令人担忧,台湾不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。 网络上甚至流传出今日乌克兰,明日台湾的说法。 针对此事,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5号严正谴责,俄罗斯破坏全球及区域稳定和平。 蔡英文表示,台湾和乌克兰局势本质上不同,不仅有台湾海峡天险及地缘战略地位, 国军防卫台湾的意志和战力也在不断提升。 中华民国国防部则表示,三军战备部队正保持高度警戒,严密监控台海周边情况和共军动态。 国军一定会为维护国家安全做最好的准备。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24号指出,境外势力操作乌克兰情势,企图影响台湾社会, 政府会全面提升应对认知作战的能力和作为,稳定民心士气。 北京想干什么并不重要,最关键的现在是西方国家保卫台湾的决心,和台湾社会自己捍卫台湾安全的决心。 台湾和乌克兰不一样,美国和乌克兰之间没有任何的安全上的协定, 但是美国与台湾有美台关系法,还有维护台湾安全的六项保证。 邱锤正表示,政府目前正在为强化台海安全以及稳定台湾经济做好各种准备,同时确保国家安全。 中华民国外交部25号也发声明表示,台湾作为国际社会民主阵营的成员, 坚定捍卫民主自由及法治人权的普世核心价值, 对俄罗斯以强凌弱的武力威吓手段表示反对和遗憾。 外交部指出,为敦促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, 政府已宣布台湾将参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。 产业供应链的重要角色也让美国、日本、欧盟等国家不可忽略。 蔡英文总统23号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,并下达了四项指示, 包括呼吁俄乌双方和平解决争端,持续强化台海军事整备, 全面提升应对认知作战,并持续因应各项经济变数, 维持物资、物价及股市稳定。 另外,蔡英文政府呼吁,中共当局因正确判断情势, 承担国际责任,反对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主权的行为。 旅美时政评论员蓝树表示, 乌克兰事件的发生只会对台湾更有利,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,会加大对台湾的关注。 今后,台湾从西方国家获得武器和各种资源也将会更加容易。 今后,你现在 afraid... 进行为それ呢? 这就算是非何来说明鞋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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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detail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